内政部警政署的脸书粉丝团NPA署长室 七年前就贴出了福星等小金犬的满院蒙罩 弥翻许多人甚至红到了国外 七年之后这一只福星要退休咯 福星是拉布拉多个公犬 而且被警犬队训练为血迹征搜犬 它可以分辨不同物种的血迹的味道 那福星也是全台湾唯一的血液征搜犬 目前宝三也训练了一只 那么当年的萌萌幼犬都到了退休的年龄 福星也找到了归宿 那么就是相属青年的林犬猿会把他给带回家